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歸宿又歸促 天制就不要動 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終於等到 烏龜港獨派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 正式向保安局遞交新術文件 因為之前保安局引用社團條例 取締香港民族黨 限令他一個時間要答覆 陳浩天申請延期又延期 終於在9月14日交文件 不過是遲到了 9月14日本來是辦公時間下午5時 晚上8時45分才到保安局交文件 為何保安局到晚上8時45分還有人辦公 這是一個謎 要政府解釋一下 他們為何要在此等 為何要等文件 不是5時便算數 截止 你就沒有交 為何要給這個人情 這個要解釋 他限定了9月14日下午5時戒門 為何可以延遲 為何如此通融烏龜港獨派 為何要歸速地交新術文件 要特區政府解釋一下 當然大家都明白 這裏是一場戲 陳浩天都是以不變應萬變 一個願打一個願仇 在等 玩苦肉計 香港民族黨的作用 其實就是把本土運動激化成為 不合情理的港獨 恐怖主義的港獨 然後使共產黨陣陣有詞地撲滅本土運動 加上消滅泛民的民主自決派 即是香港眾志、劉小禮 其他聲稱港獨或自決的人 即是組織 這些是陳浩天間接的功勞 現在套戲做到落幕的時候 誰知他都是遲到去交 不過不要緊 因為有默契 8點45分 保安局仍然辦公 仍然收他的申術書 收了申術書之後 如果局方 即是保安局下令民族黨 停止操作 即是當是非法社團 民族黨 都可以在保安局法令生效的30天之內 向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上訴 之後才再算 上訴之後或者打官司都不頂 那就是 古歸港獨派的如意算盤 一尾拖 一尾是借助一些時間 使得中共和港共抹黑本土運動 抹黑本土意識 甚至梁錦松都開口說 香港人這個身份要扔掉 要玩大灣區 公民黨那邊已經很醒目了 楊岳橋已經去了潘儀那裏 考察那些地產和所謂的 監察人權的智慧城 帶著亡乃江議員一起去 楊岳橋還在自己的Facebook面書 說他們去參觀大灣區的潘儀 實際上大灣區還未成為一個正式行政單位 應該是廣州市的潘儀區 這些就是聰明仔 你投票給他 他就幫你玩這些東西 這個是香港人 愈作自受 至於 烏龜港獨派歸宿又歸促之後 是否得到特區政府的善待 因為不了了之 只禁了民族黨 然後不起訴陳浩天 他繼續可以玩港獨 繼續可以害本土運動 使得共產黨有藉口撲滅本土運動 和本土意識 這就是不正自明 很快大家會看到 總之 在海內外 在香港本地 和海外 都有一批人支援陳浩天 用一些不合情理的恐怖主義政綱 宣傳港獨 使得共產黨有藉口消滅本土運動 這批海內外 支援陳浩天的人 包藏和心 陷害香港 這批人 是天誅地滅 惡觀滿盈 要落地獄的 因為他們在破壞 是他們的鄉土 他們自己走了 但是鄉土裏面 有很多人 是受共產黨的迫害 而陳浩天正是承傳 不僅僅共產黨迫害香港人 所以這批在海外 支援陳浩天的人 是一批沒有良心的 全家產 是要早死早著 全部落地獄的人